為什麼不直接稱呼這隻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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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人程度名列前茅的 不是靠他的大机机 或是强大能力统治宇宙 他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是却不断的唬弄众人 更让人陷入爱河 独行者 变形者 大师级操弄者 所有人最爱的反派转型反英雄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影集 也即将变成一个时间罪犯 容我帮你准备迎接这影集 错综复杂的剧情 以及各彩蛋 大家好 我是超立方 感谢各位厌世仔的订阅支持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底下订阅牛就能加入这个邪教 最近也做了非常多其他的彩蛋解析 记得去看一下 你还记得在终局之战之中 洛基在众英雄任务搞砸之后 直接拿起空间宝石逃走吗 那个版本的洛基 马上就被神秘的时间管理委员会TVA逮捕 一个存在于时间空间之外 监控时空乱续的组织 对 基本上就是Rick & Morty的时间警察 假如说你在去年还不相信 漫威真的能拍好这样的故事 在猎鹰与酷寒战士以及汪达幻世之后 该是时候上车了吧 虽然还有很多人还没上车 因为我那系列影片流量不是很好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预告吧 周围押送洛基的时间管理委员会探员 叫做B15 还记得的话 这个洛基是刚从复仇者联盟 在2012年的支线捡起宇宙魔方 并传送到这个地方 而在这个新的时间分支里 洛基显然是还没有在 无限之战里面被萨诺斯掐死 而且这个时间线里的洛基 更没有机会与索尔在黑暗世界 以及诸神黄昏里 慢慢地化解他们两人之间的夙愿 重新铸造他们之间的兄弟感情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版本的洛基来说 他的角色曲线还停留在 刚刚从阿斯加篡围失败 老实说有点混账的洛基 by the way 要记得他才刚用他的权杖 捅死考生探员 不过也正是他这样一阵一邪的特质 当初的迷媚迷地 才会对他这样又爱又恨的吧 我们看到一面花纹样式杂乱武装 毫无规则的瓷砖墙面上 蹦出了一个小光点 随着光点逐渐放大变成一道传送门 还发出像是电梯倒战的声音 我们更早就看到 时间管理委员会的电梯里面 有看似乱七八糟的按钮 或许这些按钮就是 时间管理委员会探员们可以穿越各个不同多元宇宙的关键 但是我想先聚焦在一个细节上 你们有注意到瓷砖墙面上的花纹 似乎是设计来刻意要折磨强迫症的吗 有一些花纹是顺着纹路变成波纹的形状 但是又有一些花纹会继成一个封闭的原型 或许这些看似杂乱武装的墙壁瓷砖和电梯按钮 甚至是影集本身的剧名不断变换的选字以及字的材质 都象征洛基这角色一直以来的核心主旨之一 混乱 如果你花一点心力去匹配主标体不断变换的字体 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材质 其实都互相可以凑成一组完整的Loki 而这个特征跟洛基这个角色在设定上本身也很契合 洛基在战斗过程中也常常使用他母亲交给他的变身魔法 来混淆以及欺骗对手 所以此处的呼应再契合不过 刚带着宇宙魔方逃跑的洛基被B15探员押送 看似进入时间管理委员会大厅的接待处 在画面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斯克鲁人 也就是在汪达幻视片尾彩蛋里出现 可以变身成其他种族的外星人 哦对 旌旗队长里也有出现了 不过你忘记的话绝对没有人会怪你 我认为在此处出现的斯克鲁人 应该不是和过去剧情有连结的人物角色 而是新漫威宇宙正在为日后偷偷铺垫与建立类似秘密入侵的剧情 原著漫画大概是讲述斯克鲁人大举入侵全宇宙 并且变身成各个超级英雄的样子 量造大规模的骚动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时间管理委员会的内部样貌 放大画面左下角以及右下角 可以看到TVA Archives的英文解释 这应该就是时间管理委员会主要储存 他们各项资料的一个场地 我们靠近一点再看到电梯里 会发现电梯里面并不是载着一般乘客 而是塞满一个一个堆叠起来的资料箱 当然绝对不会错过的就是电梯前面的三尊巨大雕像 他们就是三位时间守护者 我们到之后的镜头会再对这三位迷样的人物 做更深入的解析 在这里洛基直接说出了三位时间守护者的名字 嘲讽说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型马戏团 而且马戏团里的小丑也很满意 并且尽心尽力地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那让我们再回到关于三位时间守护者的细节 他们的雕像遍布整个时间管理委员会 从先前镜头里面档案室到后面的法庭里 甚至是法官的房间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 在原著漫画中 时间守护者们是由时间镜头的最后一位时间守护者 所创造来规避过去时间线里面的错误 而在这个弥补过去错误的过程之中 他先是创造了时间牛专者 却反而造成更多的种族灭亡以及世界毁灭 最终被索尔以及其他复仇者联盟阻止 为了避免同样问题产生 这三位时间守护者才因此被创造 中间那位酷似征服者康的形象 让我稍微解释一下 征服者康是蚁人与黄蜂女2的大反派 是金奇先生几千年后的后代 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 当然时间管理委员会理应 不会把自己最大的劲敌放在自己委员会里 还当成神像一样到处摆放 但是会不会这就是漫威宇宙对于征服者康的起源 做了一些改变 他会不会有可能原本是时间守护者 这样就有趣了 或许他们真的借此铺陈 他在蚁人与黄蜂女正式登场 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 时间管理委员会的金黄大门上 布着沙漏的图案 其实这很有机会 就是时间管理委员会的标志 在前一个洛基被审讯镜头里面 背景墙面右上角也有一个沙漏的张纹 大房间里的地板 以及金色大门旁边的海报上的V与A 并排的英文字母 只要重新排列组合就可以重现出沙漏的图案 是纯粹的巧合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以为我要讲Mephisto了吗 想得美 等一下才会讲到 我们在放大时间管理委员会大门上的那行小字 For all time always 这应该就是时间管理委员会的座右铭 而坐在庭上的法官 是Ravonna Rensselaer 他来自6311号地球 在原著的漫画里 他曾是征服者康的情感对象 而当时征服者康正在试图并吞他的时空 不知道这部影集改编会不会试图连接他 以及征服者康的关系 而在洛基出庭时 法庭后方旁听的是大咖演员 Owen Wilson所饰演的角色 Mobius M. Mobius 以下简称Mobius 哇哦 漫画中他是隶属于时间管理委员会的中阶主管 其中一个重大目标就是以时间管理委员会的律法 捉拿惊奇四超人 这个镜头的背景画面里有一张海报 上面画着一个有着卡通连孔的时钟 踩着另外一个时钟 陡大的字体写着Behave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敢搞乱时间线 我们就会来惩罚你 在之后的短预告中 也确认了这个吉祥物的名字叫Miss Minutes 洛基与Mobius面对面坐在一张圆桌前 Mobius似乎正在为洛基播放 他原本时间线应该会发生的事 包含诸神黄昏里 洛基展开双臂 对他的阿斯加子民大喊 你们的救世主来了 依照他尴尬以及难为情的脸部表情 在这里也可以推测洛基也看到了 他原本在这个时间线里面 最终死于萨诺斯之手的命运 而下一个镜头剪接 是洛基突然从天花板下坠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在这里应该是与Mobius对谈完之后 马上发生的事 只见洛基前面坐着一位极为淡定的疼血员 洛基吓了一大跳 旁边的生物似乎也吓了一大跳 并且后退一步 为什么不直接称呼这只猫咪为猫咪 而是生物呢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这猫咪 其实像是旌旗队长的宠物一样 是属于同一个种族 Flerken的宇宙生物 如果洛基在这个过程中不配合甚至试图逃脱的话 这只外面看似可爱的生物 可以张开他的血盆大口 把洛基吞到他的口袋宇宙里面 在这个小房间里 淡定的疼血员只是交给洛基一大碟的文件 要求他署名认证 这是他一生之中说过的所有话 洛基不满的抱怨 毕竟他活了一千多年 又这么爱讲干话 一定有很多东西要钱 影音纸上面的细节 Variant L1130 基本上就是在指这个宇宙版本洛基的编码 因为在漫威主宇宙之中 洛基尸体很有可能还漂浮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而下一行字 很有可能就是时间管理委员会表达时间流动 使用的增量或者差分 在上一次预告片之中 Mobius已经有和洛基提到 时间管理委员会里面的时间运行机制 与外面的正常世界不太一样 接着跳到下一个片段 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时间管理委员会的监视中心里 有一台大电视 播映着一个宇宙时间轴的画面 还记得的话 在复仇者联盟分头寻找旧有时间线的无限宝石时 至尊魔法师古仪向浩克说明 任何一颗无限宝石从原本的宇宙被移除 将会导致多个时间轴以及宇宙的分歧 洛基捡起宇宙魔方逃跑的行为 让这个时间线多出了许多的分支以及混乱 所以现在Mobius希望洛基帮他们整理好时间线的流动 来借此赎罪 接下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台电视机里面 显示的时间轴分歧 最中间明显的分歧可能就是因洛基的行为而改变了 不过仔细看下去这条时间轴不只有未来的时间线遭到改变 显然连过去的时间也遭受影响 所以看起来洛基的行为造成了整个时间循环上的变异 注意到画面边缘两条红色的线 这或许就是时间不会流动的区域 也代表那是没有时间的领域 也就是漫威宇宙之中的Limbo 忧郁 Limbo是存在于时间之外 可以同时访问所有时间段的一个领域 而在Limbo里面因为时间不是线性的 所以一个人可以拜访自己的过去以及未来 而漫威宇宙其实有附数个Limbo 但是只有一个主要的Limbo 其他较小类似Limbo的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小Limbo 而似乎所谓的小Limbo 都有真传的Limbo是连接拆起的 那最大的疑问来了 为什么时间管理委员会会需要洛基呢 难道真的只是纯粹需要他的帮助来赎罪吗 我认为不然 以之前的片段来说 洛基很明显在他被逮捕之前 就已经知道时间管理委员会的存在 或许这跟洛基本身是一位魔法师有关系 或许他可以免疫所有时间跳跃的副作用 只见洛基换上了一套有着时间管理委员会胸章的外套 背后秀着大大的variant 也就是奇变的意思 代表他现在开始为时间管理委员会做社会服务了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 他们在这个案子里到底在追逐谁 最明显的答案当然就是一个时间盗贼 或是更庆祝难输的时间破坏者 根据这个影片的背景缩放之后 我们可以在背景中看到一个摊子 正在贩卖这个博览会的地图 加上当地人打扮成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装扮 对于这些TVA的人都毫无反应 看得出时间管理委员会的探员们在出任务的时候 对于当地的居民似乎是隐形的 下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时间管理委员会干员 正在朝Rox Card洛桑大卖场走 在大部分的现实里洛桑是一家能源公司 但是可不是普通的能源公司 在漫画中就是洛桑公司的高层 命令杀手去刺杀钢铁人的父母 也短暂出现在Netflix夜莫虾影集里面 在卡特特工影集里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穿斗篷的人物 与时间管理委员会探员们打斗的画面 还有她在大卖场看着所有监视器的画面 这是由Sofia DeMartino所饰演的角色 不过因为IMDB上角色列表并没有署名她是演什么 我们这边也只能做出几个推论 第一个可能性是女洛基 也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洛基 在漫画中诸神黄昏大事件之后洛基战死 她的灵魂离开了她的身体 并且依附到另外一个女性版本的她身上 不过也有人猜测或许这位神秘角色会是Enchantress魅惑女巫 在原著漫画里 她原本是出生于奥克拉荷马州新阿斯加的普通青少女 有一天起床后发现自己能够使出魔法 于是靠着自己超能力搬迁到纽约 承接下了前一任魅惑女巫的名号 并且以这个身份活跃于复仇者联盟以及青年复仇者 她不知道的是这魔法其实源自于洛基 只因为洛基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而诞生于这个世上 回到各种不同版本的洛基 我们在预告里面看到可能都是各个时间分支的洛基 包含漫画就有出现的一个知名故事 洛基参选总统 更暗示了她就是美国知名劫机犯D.B. Cooper的真神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D.B. Cooper这个传奇人物 在拿到要求的一大笔钱之后 直接带着降落伞跳击 从此不见踪影 到现在仍然是一宗悬案 接下来我们看到洛基到达一个被毁灭的纽约市 我们可以发现 复仇者联盟的总部大楼也成为了废墟 可以推测在这个版本宇宙之中 洛基联合齐塔瑞大军对地球发起的侵略是成功的 复仇者联盟在这个时间线早已被击败了 还可以看到之前的预告里面 洛基又再一次的拿了她的权杖 还有另外一个画面也直接还原了她参选总统的漫画封面 但是洛基最大的威胁 可能就是面对一个比她更残忍而且狡猾的自己 会这样推测是因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 也出现了身穿时间管理委员会制服的洛基 所以会有两个洛基在这场戏里 而竞选总统的洛基在这个片段里面 并不是打破第四道墙直接与观众对话 很有可能是在跟主要的洛基说话 在另外一个片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带着斗篷的神秘人物用一只手托着失去意识的时间管理委员会干员 在更后面的片段里 她正在与另外一个干员交手 并且手里握着一个马上比武用的长矛 所以这个场景很有可能是在前面那个中世纪补览会所发生的事 下一个场景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蔑视的场景 粉碎的月亮碎片化作陨石裙砸进了一个星球表面 而在这个场景的远处似乎有两三个帐篷 也有可能是在这边工作的科学家或者矿工人员 下一个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洛基与Sofia Di Martino的角色坐在一面湖边望向天空正落下的月亮碎片 这个角色很有可能就是女洛基 因为此处的场景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时间的镜头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洛基站在一个王座前 但是如果仔细相比 你会发现这并不是阿斯加奥丁的那个王座 从两个王座以上装饰比较之下 可以发现这个片段里面的王座上面两只大脚就像他头盔上的牛角 还有天鹅跟蛇的装饰 反观奥丁王座两侧是著名的奥丁的毒牙 不过也有可能是洛基称王之后就改造王座 毕竟索尔在诸神黄昏里就有说洛基小时候会变成蛇来吓他 接下来场景的调性就跟上一个非常不同 乍看之下像是一座宏伟的宫殿 大理石之间有像闪电一样的裂痕 下个镜头里 Sofia Di Martino的角色在一个像是图书馆 而且旁边有壁炉的坊间里 老实说我在猜想 这会不会是征服者康在时间尽头的堡垒或是巢穴 这样就有趣了 因为在漫画里征服者康在时间之外的Limbo领域 有建立一个就像是瑞克与末地里面瑞克大本营的城市 里面组成的人口就是各个不同版本的征服者康 不过这个节目目前看来就只有6集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如此野心蓬勃的世界观设定 应该是不会了不用太期待 在跳机之前洛基也低声嘻喃 这里明显是在对索尔说话 于是随着洛基从飞机自由落体 一道彩虹桥突然出现并且接走了他 我们知道洛基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出现在雷神索尔4 所以我们应该会看到洛基履行 他在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里面对索尔的承诺 接下来看看最后一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洛基与Mobius坐在时间管理委员会的员工食堂里面交谈着 洛基向Mobius表示 你可以相信我 一指他会配合时间管理委员会对他的安排 而Mobius表示不同意 他说他可是研究了洛基这一生的每一个时刻 知道他这一生被刺了其他人大概50次左右 所以是不会相信他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洛基在这影集里面一定会被刺其他人 接着我们放大他们餐桌上的果汁包装纸 上面写着Boku 这算是对于美国观众的一个小彩蛋 因为这是真实世界中曾经存在的果汁 在90年代的时候大为盛行 号称是给成人喝的果汁 没有吸管有够硬核的 不过后来就逐渐没落了 我们应该会在这影集里面看到更多怀旧物品 而在最后画面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洛基和Mobius两人站在尚未毁灭的庞贝古城之中 因为根据更早的预告之中 背景显示罗马数字的79 正好就是庞贝城毁灭的那一年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只有等影集开播才能知道了 感谢各位看完这部影片 祝你可以永远避开烂片 最近做了永恒族预告分析 还有用桌游揭露 刮及中共统路人的本性 想要看到更多深入预告解析的话 记得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 作者已死 电影万岁 我是超立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